一名五歲小女童坐在溜滑梯上 三名少女把她團團圍住 開始狂打巴掌 小女童的臉上留下一道傷痕 民眾看了好生氣 這起疑似霸凌事件 發生在桃園的一處社區內 當時這三名就讀國中小的少女 帶著小女童來到遊戲區 先把她推上溜滑梯 小女童非常驚慌 想要逃離 想不到被其中一名少女抓了回來 又拉又扯的把她推下溜滑梯 之後四人往畫面外走去 但事情還沒結束 顧美幾秒 三人又帶著女童回來 把她壓在溜滑梯上坐好 開始對她指指點點 女童只能無助的看著她們 想不到其中一名少女突然蹲了下來 對她狂打巴掌 其他兩名一開始沒有直指 在一旁觀看 之後也一起加入打巴掌的行列 中途還不斷在旁邊開心的轉圈圈 對自己的行為完全不以為意 而附近住戶到便利商店買東西 看到小女童與三名少女 一同在店內休息 但看到小女童臉上 有一大片紅通通的痕跡 覺得非常可疑 追問之下 小女童才害怕的說 是被這三人打所造成的 民眾覺得非常憤怒 到社區調閱監視器 才發現她們已經不是第一次打人 這起疑似霸凌事件 目前已經帶著小女童去驗傷 並且報警處理 但這三名少女的誇張行為 讓看過的民眾都說實在太惡劣 記者周視頻桃園報導 再拍一 Da Video 在三位 trave Norman 是 巨泥 平 嘴 河 感谢观看